好了 好 不好意思 让两位久等了 我们是今天工程律师务所 我是朱初音 你们可以叫我Kimberly 我们昨天有两位同事 没有去到你们参观 这是很遗憾的 是我们的同事 已经将你们的情况 也跟我们说了一遍 所以我们对贵公司的需求 还有一些关注的事项 都有基本上的了解 首先我们先来总结一下 我们本案到底目的是什么 经过我们跟贵公司的沟通 我们理解的贵公司的目的 就是从上游开始 计划售扣香港医所医学 美容社会经销商 为X公司 从下游来说的话 就是通过特许经营的模式 迅速拓展你们金的子品牌 去增加在内地市场的占比 我们今天的汇报 主要是按照你们的需求 总结了这几个主题 希望能给你们一个overview 首先我来解释一下 整个收购流程大概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我们有初步谈判 激劳互换前期的竞技调查 就是我们现在刚刚胜出的这个阶段 如果是继续进行下去的话 就会由商方协商去修改买卖股分买卖协议 如果是没问题的话 双方就会签出这一份股份买卖协议 然后我们同时也需要再进一步进行竞技调查 来查看一下 到底这个公司是否存在一些风险的问题 我们以我们现在有的资料为前提 我们先分析一下我们大经济调查里边的一些观察 还有一些应对的方案 首先是我们很关注的分销网络 股权变工后是否会影响分销商协议的有效性 因为它有机会影响到贵公司在收购以后去使用和分销器材的权利 我们在禁止调查里面 对方为我们提供了两份处于美国的器材供应商订立的经销商协议 从这两份让本里面 我们其实没有发现它有禁止股权转让的相关条款 我们针对了里边可能会存在的条款 如何排除到这些风险 需要最明确的让他们来同意 不会以股权转让或者是懂事的变更 作为终止任何分销商协议的理由 然后第二个未经事先出面认可 唯一只可以向最终用户销售产品 不得向其他reteller去销售产品 因为我知道贵公司就是除了想要把这些产品推销给客户以外 还想把它分销给其他的医美机构 所以我们是要取得这些供应商的书面同意 容许我们分销给非终端用户 讲到点子上了 第二就是我们要发现里面那些前在诉讼 或者是隐形债务的一些问题 我们以后要怎么去把它找出来然后处理 其实我也尝试过去 company registry 和一些 public searches 去搜一下他们有没有进行中的法律诉讼 我没有发现任何现在法律诉讼 好 听不理他就是能够抓到一些特别的加分的点 一下子就让人很被打动 是的 上来的开场白我觉得在商业上做得也不错 所以整体而言我们认为现有的条文 对于潜在诉讼风险已经提到相对充足的保障 好了 完了 我觉得待会我要换票了我觉得 欢迎来到Kim组 我也想换票了 我也想换票了 Kim 这个表现真的没有一个字的废话 我会留守的 因为胡妙他们组还没有展示呢 对了 现在我会让我的另外的同事再继续讲解一下 好 您好 我是Kimberley的同事 我叫许文婷 然后接下来会继续为贵公司介绍 关于禁职调查的其他情况 包括会遇到的法律风险 如果您有任何不清楚的问题 欢迎随时向我们提问 首先就是在我们禁职调查当中 发现的一些财务状况 就2020和2021财政年度而言 收入扣除直接成本后 整体的盈利是比较理想的 没有出现很大的亏损 接下来是它的财务状况方面 我们在禁职调查当中 发现了它对于子公司投资业务的 这个子公司的身份股权都是未明的 而且这个董事会决议当中呢 有多像是为高额的对外贷款 并且我们发现了它的一些放债的债权 非常有可能构成放债人条例下的非法放债的 应对方案方面呢 我们提出 首先在买卖合同方面 第六点一条交割前可以对目标集团 包括其附属公司进行业务的相关的审查 我们建议以价格调整的方式进行定价 部分的代价是反映了子公司 以及债权的估价 现在是不用确定 我们日后是经过禁职调查 确定了子公司的估价以后再确定 并且我们为了进一步保障贵公司的利益呢 可以以第三方托管的方式扣起部分的代价 就是一个总结 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整个权力主张 卖方违反保证 或者为近期最大努力满足薪金条件的话 那贵公司就可以拒绝进行交割了 但是最后还需要贵公司去关注一下 关于卖家保护条款是否合理的这个问题 补偿金额是限于港元的两千万 然后是否过低这个是需要讨论 两千万是什么 补偿金额 最高补偿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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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板好懂啊 懂才当老板呢 一千万 一千万 两倍是一个合理的水平吗 它是 挺住 没准备 关于违约金条款的这一方面 其实我们建议是 两倍三倍五倍十倍 是什么 反我才合理 一针见喜 补偿金额是客户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但许文婷无论是在事实层面 还是法律层面都没有做好准备 这个是有点失分的 我问到她准备范围之外了 补偿的意思就是说 她去违反那些条款情况下 就算我们没有损失 她也会给我们赔这个金额 除了补偿以外 她是 准备我们一些损失 我们也可以 就这个损失去提高 所以这个损失 来说的话 就不属于我们刚才说的 两千万的补偿里边 不太理解 我可以说英文字吗 可以 可以 刚才我们说的两千万是关于 indemnity indemnity的话就是 她违反了一些规定 知道 没有损失的情况下也有赔 知道 不太理解 如果我们有损失的话 其实我们 要是我们有些损失 我们还可以 导入公司的损失 所以 损失跟 indemnity的赔偿是 那损失我们有抗产吗 没有 没有 我们的抗产只是 就是去损失它多少 是这个意思吗 你的损失是多少 你就可以去损失它多少 但是 当然这之间不能有一个重复 当然我觉得两千万对于我们的代价来说 还是偏低的 我们去让你争取 尽量高一点 好 这就是组长 他们的语境很通 对 交流感觉 比较没有障碍 快速的能达成一致 Cambly做队长回答的整个的非常得体 他解释这个warnity跟indemnity的分别 是蛮好的 因为有些律师他也 他知道 但是他不能那么清晰讲给我听 小明哥 静静说 你看了以后说 天哪 还要赔这么多倍 我都是算了 都是朋友 没事没事 你也不容易 这还真是我经常说的话 以后我们就骗他 小胡组 各位领导好 我们是来自津田工程律师事务所 现在是给两位领导 汇报一下业务集团业务发展的 相关法律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汇报主要包括六个部分的内容 那么我首先来 推报一下我们所理解的这个 基本的交易背景和事实 是香港最大的非医院私立医疗保健集团 那现在是想向中国内地 开发一个子品牌 意图在辐射全国 改变内地医美市场的一些不规范的现状 计划通过特取经营的方式 来运营新的子品牌 并且可能会使用或转售 微有限公司收购的美国医学美容设备 具体的方式就是采用加盟的制度 为此我们会向您阐释这五个方面的问题 也就是您在对我们的要求中提到的问题 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我们会融合在整个交易的逻辑中向您解释 首先第一部分就是 这次收购的法律问题和对股权收购协议初稿的意见 经过我们去卖方律师那里查阅禁调文件 我们发现微买公司和它的上游公司 签订的相关合同 并未对微买公司的股权结构 或者实际控制人做出限制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微买公司它被收购了 它是不会直接因为合同 而失去它的分销权和代理权的 上游公司它有权授权其他的经销商 在经销区域进行营业 因此上游公司其实可以通过它自己的决定 在增加咱们在中国境内的一些竞争对手 从而影响我们的商业利益 下一个就是上游公司的技术信息属于保密信息 虽然根据合同的约定 它并没有说 如果被收购了以后属于违反保密 但是也需要确定此次并购后 对于相关产品和技术的使用 是否会侵犯它的保密条款 因为万一出现违约或者是上游公司认为违约的话 根据合同中的相关条款 有权在无需缴纳保证金的情况下 立即获得禁令救急 就会对咱们的商业运营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很细致 好 好